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这是我在干净世界的独家视频 这个星期 中共44年来首次向太平洋试射了洲际弹的导弹 这个举动受到很多国家的关注 日本的反应尤其强烈 可就在导弹试射后不久 美国多家媒体就报道说 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了中共的一艘新型小型核潜艇 今年5月在武汉沉没 但中共一直掩盖着 今天我想聊聊这两件事情 中共火箭军周三9月25号 向太平洋试射了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这是1980年以来 中共第二次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这次导弹发射据说是从海南岛发射的 弹头落在了法属玻利尼西亚北部岛群 马克萨斯群岛附近海域 当地距离海南岛接近1.2万公里 中共这次发射相对高调还公布了一张照片 不过这张照片却也引来各种讨论 因为中共没有说明导弹的型号 而且这些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照片 从来都没有公开过 所以关于导弹到底是东风41 还是东风31A或者东风31AG 网上有不同的解读 美国国防部官员向CNN 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透露说 中共最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 今年5月发生重大技术故障 在武汉造船厂沉没了 目前美国不确定潜艇沉没时 是否装有核染料 但推测可能性很高 因为核动力潜艇的核反应装置不能关闭 在港口时也要低水平运行 因此核潜艇附近很可能有核污染 这件事件最早是在7月的时候 由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的高级研究员 汤姆·舒加特在社交媒体上披露的